您好,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你的公司 我叫尼柔,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公司 是我们的朋友一块和做的,做的是我身体是演唱的平台 然后我们非常注重设计,然后喜欢轻松,当然简单的 这么一个穿衣的态度和方式,然后喜欢服装的青年在一块做的这个平台 然后现在目前我们成立有两年左右的时间 大家都喜欢这个牌子 然后您是什么时间创立的这个品牌? 在一零年 一零年,然后你现在有零售店吗? 目前的话我们有一些跟艺术上面的一些合作,自己卖的方式 然后或是自己质疑的方式的话主要是在线上展开的 然后就是,你就是对时尚是怎么看的? 其实有一部分可能是跟潮流啊,那中国每年的流行曲织啊,这些相关的 但还有一部分就是个人风格 就是一定,就是时尚这个东西肯定不完全是跟风,就是需要做一个喜欢的 然后让它成为一种个性,然后它自然就会变成很时尚的东西 很成功的东西 你有做线上的宣传吗?比如微博 有的,微博这边也有一些跟我们的乌客啊,还有一些互动啊,一些宣传 然后包括一些就是社区的一些宣传也有 你有通过360浏览器,就是我们公司网页为您制作的广告你有看过吗? 有,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合作 嗯,然后就是,嗯,你对就是西方的设计师到中国来有什么建议? 嗯,就谈不上太多的建议吧,因为每个国家的文化都不一样 然后他们,有他们国家的文化在他们的身体里,嗯,对,也有很多的建议 然后你想传达给人们什么样的信息呢? 通过你的品牌 嗯,就是我希望是,嗯,因为我的品牌之前也做的就是价位比较高 但最近我们把价位压低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分享 然后我就是喜欢把自己一种非常简单的,非常快乐的一个穿衣方式传达给更多的女孩 然后让大家一起享受这种穿衣服的感觉 谢谢 谢谢,谢谢 嗯,嗯,非常非常的好 比一般市面上,可能商场里卖的乳都要更好一些 嗯,另外我们有这个,皮革啊,包边 然后让它就是打破一种,嗯,比较就是,闷一点的 然后这样会更,嗯,跳跃一些,基本更好一点 然后很多人都喜欢这块鱼,很希望大家能喜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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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